好,赞尼派6我们最后是讲完这个 即便我不变符号看向线的诱导公式 今天我们要去针对这个概念哦,去解立题 所以先从第一题开始 第一题是tang-450 所以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tang-450哦 是第几向线的角 其实是最后一期的 现在是有点大招的 只要是一分钟 现在有点大招的 所以一部分都要定乱 最后一部分的银银 还是最后一部分银银银银, 也许他在简单 第幾箱線喔 第幾箱線喔 -405喔 第四還是第四 第四喔 給他-405是第四向線的角 因為他轉了一拳之後 再走多 45度 可以轉了一拳之後 是-360嗎 可以他轉了一拳的-360 可以順時針轉了一拳的-360之後 他又再走多 45度 所以他是第四向線的角 好 所以這個轉完一拳再多一點點的 這個情況是-405 然後這邊是-360 這邊會是-450 所以這拳之後 我們有兩種解釋 雖然這兩種解釋 找出來的瑞角都是45度 可以找出來的第一個解釋 第一個解釋是-360 再減45 第二個解釋是-360 ㄟ 4 2 4 5 加45 同學你看一下這兩個表達是 有東西要問的嗎?我換個筆頭 筆頭很...不可以啊 一個是再繼續減多一個45度 另外一個是從 -450加45度 兩種 -450加452 -5400加45 -3400加45 -4400加45 -3400加45 -4400加45 我們如果做左邊的 嘿 如果做左邊的話 這樣它其實會是tang -4個90 很累 -4個90 -45度 右邊的這個的話會是-5個90 加45度 所以從這裡你可以看到的東西是 左邊的解釋喔 tangent是-4個 -4是一個偶數 所以它就會是不變 照寫tangent 然後45度 右邊的話 它是-5個90 所以它就會換成 content 然後45度 照寫 最後一個步驟 -405度是第四向線 tangent 第四向線 tangent 是-4的 所以這兩個表達式的前面都是-4的 答案就出來喔 但是坦白講 做這個的時候 quad tangent 45度會比較麻煩啊 因為 你如果真的寫仔細的話 它其實還有多一個流程是 導速變成降線 先變成tangent 45 然後才變成-1 這是第一小題 你看到東西要問嗎 沒有我們才進第二 所以你如果用 你如果用那個什麼啊 你如果用香曼瑞角的做法 就會感覺跟第一個做法 藍色的筆 寫的做法是類似的 你用induction formula就會長這樣 就是我們到底要 我們到底要選擇做 呃 偶數個90 還是要做基數個90 兩個東西不一樣喔 好 往下第二小題 Ycos3330度 呃 所以你一樣 我需要你先知道 3330度是第幾相限喔 所以你要用你的方法去找出 3330度是第幾相限 所以我等你一下 可是他把我的方法去找要 這樣的一把 無法測一下 沒有 你這樣做呀 一把 一點 你去找這個 我這樣做嗎 好嗎 你什麼 你把他按摩 好嗎 好 特别角 好像是特别角 你拿3330除360的时候会出现 9.25对不对 9.25就是9圈 所以这时候我们拿3330 减掉360乘9会出现90 也就是讲3330是一个没有向线的特别角 所以3330是转了很多很多圈之后 到90度的这个角度 所以3330当它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直接把它当作是 Cos90 330 这是特别角 随机就做不到 做不到Industion Formular 也做不到 相伴瑞角 它会直接等于Cos90的值 Cos90是多少啊 Cos90 可以解决 OK啊所以他如果今天轉轉轉轉到那個 在向線上面的角啊 九十百八兩百七這些喔 他就會直接等於那條線上面的值啊 不用想像多欸 他就會直接等於那條線上面的值 對喔大家可以直接按計算機看答案對嗎 OK往下我們做四五六零 給四五六零這話是第幾項線喔 第幾啊 三三 好我們看一下啊 所以四五六零如果我們除三百六的話 會發現他是轉了十二圈 轉了十二圈十二點六七嗎 所以這時候你想要知道他轉完十二圈之後 到底是幾度的話你就拿四五六零 減掉三百六十乘十二 OK這時候你會發現出來的數字是兩百四 OK四五六零 減掉三百六十乘十二 會出現兩百四 也就是講他其實是我們平常認識的 第一圈的兩百四十度來的 OK所以我們會把它轉到第一三項先 因為四五六零 好轉到第三項先的時候 這邊就會有兩種情況喔 第一種情況是一百八十度加嗎 第二種情況是兩百七十度減 會然後我們想要知道他 呃我們想要做的東西可以選擇做 一百八十度加或者做兩百四十度減 所以如果我們做一百八十度加的話 兩百四十度是一百八十度加上六十六十度 如果我們做減的話是兩百七十度減掉三十度 所以第一種解釋喔 因為第一種解釋我們就會把它寫成是篩 然後 呃很多很多個九十啊等下去算幾個九十 OK然後加上六十 OK這是第一種 OK第二種的話是 篩也是一樣很多很多個九十 就是 減掉三十 所以一個是加六十一個是減三十喔 加六十代表的是百八加啦 所以如果是百八加的話 首先我們有十二個 可以十二個三百六十 所以十二乘四喔 因為 三百六十有四個九十嗎 所以四十八 然後再加上 百八有兩個九十 所以前面這邊是五十個九十 OK後面這邊是五十一個九十喔 如果你不懂這五十個五十一獎來 你也可以用 四五六零去做 你就拿四五六零除九十 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有幾個九十啊 好所以前面這個是篩的 可以前面這個是篩五十個九十 所以五十個九十度的話 偶數是沒有改變三角函數的 我們會照寫三一六十 後面這個是五十一個 可以五十一個九十 所以要變 各場角函數會改變 三一會變成cos 然後這一次是寫三十 接下去 四五六零是一個第三上線的角 第三上線的角 三一是負的 所以這邊要加負齁 兩個都要加 前面這個我們會得到二分之跟號三負的 後面這個我們也會得到二分之跟號三負的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按計算機喔 按四五六零度 你會發現它真的是浮的 浮的0.866啊 四十個月 多分之跟號三負的 二十個月 三十個月 多分之、二六零度 三十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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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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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四十個月 这东西要问的吗 这东西要问的吗 没有不理哦 来哦 Cosagon 可以Cosagon 480 所以Cosagon 480就比较简单哦 你可以把它写成 450加30 或者540-60 可以两种写法 好 所以如果我们前面写加的话 我们Cosagon这边先写 450加30 这样另外一种写法就会是 Cosagon 540-60 所以前面这个Cosagon 450加30的时候 它是5个90 加上30 后面这个是 6个90 减60 所以前面这个是奇数 它就要变 它会变成 second 30 后面这个是 偶数 所以 它不变 它还是Cosagon 60 5个90 接下来 480 是第几项线的脚 第二 嗯 480是第二项线的脚 第二项线的脚 Cosagon是正的还是浮的 正 嗯 第二项线的Cosagon是正的 OK 这个是第二项线的 假如第二项线的Cosagon是正的 所以这两个都要是正的 记得啊 看项线的时候是看题目的啊 我们看了3T 这3T 都是看回题目的啊 你不要去看这个变了之后勒 不是看第二项线的啊 不是看变了之后才决定正负 变之前就决定了啊 可以变或者不变前面就决定了 所以它当它是正的时候 两个都是正 当它是负的时候 两个都是负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今天选择不同的做法 正负符号 会影响没有 正负符号一开始就决定了 OK一开始就决定了啊 好 所以现在变成second30 跟Cosagon 60 这时候你就会有点卡住 这两个东西要讲 到底要讲处理耶 OK 如果今天是second30的话 它就会是Cos30哦 分之一 如果今天是Cos60 这样它其实是Sin60分之一 所以Cos30的导数 Cos30是2分之更号3 导数就会变成更号3分之2 然后分子分母 可以分子分母做有理化 它会变成3分之2更号3 后面这边也一样 Kos60分之1嘛 Sin60是2分之更号3 所以它其实也会是更号3分之2 选择后答案是3分之2更号3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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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